目前台灣的中小企業有143萬餘家 所以對整個台灣經濟發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臨時工廠登記的家數目前是7000多家 明年就要到期了 在這個部分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院長 昨天我特別召集部會同仁一起開會 做了決定 第一不准心色 不得污染 不得危急公安 第二對於相信政府配合政府 已經辦理零燈的這7000多家工廠 不因明年到期而失效 最優先來輔導他們 第三對於長期群聚 沒有污染 沒有公安為夷 而這些工廠 我們希望就地輔導 給他們各方面的幫助跟誘因 讓這些為台灣拼經濟的工廠老闆 不用害怕 讓他安心的拼經濟 對台灣才是最有利 同時也提供就業機會 給予我們的辛苦的勞工朋友 能夠安心工作 土地保護 產業發展 國家安全 環境永續 我們會往這一方面來努力 我們會有個技術 我們會有一些負責